字幕君 李宗盛 好 歡迎來到我們Bio帕姬系 在進我們節目流程之前呢 剛才有觀眾特地拿禮物到賣卡片門口來給我們 真的是非常感動 拿了卡片要給葉子跟我的 沒有你們的 走走走走 走走走 這集不是有 這集不介紹性角色 這集不介紹性角色 有是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是什麼東西 聽說這個是要給我的 這個是 保佑一千 一顆五十 沒有啦這個可能要仔細看 我不知道攝影機拍不拍得清楚 這個是 這是 金門823的炮彈 上面有寫這個字 看得到嗎 上面有寫823炮戰紀念 對 我不知道送給我這一位 這位粉絲是不是知道說 我在金門當過一年半的兵 沒有他想要炸你啦 這一個是我乾爹 然後他叫Shadow Shadow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對 他的Twitch ID叫Shadow 是不是 Shadow 影子 怎樣嗎 有怎麼樣 等一下 英文真的好好 是很厲害 Apple蘋果 OK OK Apple Apple 你知道什麼嗎 Apple 蘋果 Yellow 黃色 哇 不會小恰恰爸爸耶 哈哈哈哈 沒有他去金門工作 原來如此 然後他應該有可能是剛好回來吧 然後你知道他就是 他送我這個 你看這個怎麼 真的最會送耶 真的是送到葉子的心裡了你知道嗎 想喝的時候就可以直接開 哈哈哈哈 掛在藥室上面有沒有 其他的可能就 什麼 貢糖啦 啊這個就是金門名產 牛肉乾什麼 總沒有收一把菜刀喔 我跟你講那個 那個要送還蠻危險的 不能送 不能上飛機 不能亂送 而且菜刀真的不好買 對啊 這個可以就是想吃的話 等一下可以分著吃啊 對對對 我們可以在節目上吃 其實貢糖老實說真的 我去金門最愛吃的就是貢糖 嗯 它的貢糖真的蠻好的 而且它有很多種口味 不過我還是最喜歡吃原味的 好來 那感謝這位粉絲 下次要 那個送東西可以用寄的啦 自己跑一趟真的是蠻辛苦的 好不好 因為現在天氣又 要嘛就下雨 要嘛就 可是人家是要來看葉子不是很明顯嗎 可是我沒有看到他啊 對啊 他就拿給工作人員就走了 對啊 我也不知道他有來 對啊 好歹也拿個東西來等簽名之類的 好 好那今天呢 我們還是要回歸正題啦 RBGail 這一隻在 這個禮拜三出的角色呢 我們今天就要來介紹一下 對啊 因為我們RB很喜歡這一隻角色 那其實我們剛剛在開頭的時候 有大概問一下感想 不過因為這一part 是要來完整介紹這一隻角色 所以我們還是 大概請RB稍微描述一下 他在快打五目前的定位 是屬於在哪一種角色 他有一個很明確定位啊 比如說他很像龍 或者很像老三 沒有他沒有 他就是RBGail 他沒有明確定位 我講認真的 也不像Alex 他不像老三 他就是RBGail 他就是他 因為你當 他沒有別人 你知道嗎 當我要跟別人介紹這一隻角色 我很難去形容 他說五代 Hugo 是不是很多人沒有玩五代 Hugo啊 你說四代的話 Hugo嗎 差不多吧 真的不一樣 他變化比Hugo多很多 你覺得他這個算是獨一無二 完全就是只有自己一個類型 對他就是一個很奇怪的類型 他連跳都比人家慢 就是他那個鬼刀啊 Hugo是不是啊 對 Hugo跳不太難 又慢又短嘛 就跟RB很像 他如果要打高傷害 應該是要接一套很強的連技 還是只需要單打 就是類似打擊 或者是摔啊 還是需要連段 靠他爆氣的連段 因為他爆氣又會跟Buddy一樣 跟Buddy一樣 就是他的傷害會上升 任何普通攻擊必殺技 全部的傷害都提升 上成15% 對 15%其實很多喔 15%很多 那因為Buddy的暴力我記得是20% 好像是 我記得是20% 所以稍微少一點點 可是因為他本身的傷害力就蠻夠的 所以其實那個傷害加成起來會很嚇人 那大家這一陣子 他死人喔 我剛剛看他這樣打半筒 對其實現在RB就在試那個暴力 那個Crash Counter連段 真的是很嚇人 大概700多吧 我記得 好 那 所以他 他的所有的招式都是有 蓄力的 也有那個指令的 他沒有機器的角色 他沒有機器的招式 他都是轉 然後跟一個是按兩個腳 往前跑派生 按兩個腳的 按兩個腳往前跑派生的東西 對對對 那中間可以派生很多變化 對對對 那你覺得這一隻角色 適不適合當作新手入門的一個角色 不適合 喔怎麼說 動作太緩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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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很不適合 然後拳腳又太慢了 喔這倒是 但是他拳腳距離呢 算不錯 算長 但是太緩慢了 就是他發生比較慢 所以變成說你有時候在搶招的時候 可能會處於一個比較落後的情況 但是以新手的感覺上來講 會比較能夠有時間去反應 他自己要做什麼事 不是嗎 你說阿比喬嗎 阿比喬我覺得沒有辦法 因為他 他沒有一個就是很簡單的戰術可以用 對對對 他沒有像有一些角色有那種哈妹的不說 他也不是像說就是 強力二折角 就是靠近 他雖然有指令頭 但他不是強力二折角 他不是就像老三或明卡那種 就是靠近你就是 摔你 摔完又摔摔完又摔 他沒辦法這樣子 對對對 他沒有辦法一直這樣子loop下去 他不行 因為我記得他好像就是 打完人之後 角色都會彈開他滿面 角落可以吧 所以他需要很多的方式去突進到敵人的身邊去 他還是一定要靠近對方才能 才能把他的傷害打出來 但是我覺得 會玩的也不會讓你這麼好靠近 所以變成你要在場中 利用他的一些 拳腳的長度去取得優勢 雖然他拳腳慢 慢的話是在近距離會 會跟人家拚招會拚不贏 因為太慢了 那你在中距離 你的角色這個拳腳的長度 基本上不太有人按得贏你 所以他的有力距離不見得 是一定要完全貼著 完全貼著你就是要改變 可能用打摔摺 對 那中距離就是利用拳腳的一些長度 對不對 好 所以 那 不過我個人是跟RB詞比較不一樣的意見 這是我個人看法 那 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其實我覺得 新手的話其實不用考慮到就是 應該是說 他的必殺技其實都還蠻直覺的 你要嘛就是翻滾 要嘛就是你可以接下中角那個Punch 啪啪啪那個機關拳 然後要嘛就是你就是翻滾靠近人家 要嘛就是帶一層阿瑪那個KK一起按下去 然後做Python 對 我會覺得說 新手很直覺的就是用這幾招去玩 那 在一般比較low end的對戰的時候 也就是比較低階的對戰的時候 也許這幾個 這幾招 而且他就是新角色 剛出來然後再 跟你實力差不多的對手去對戰的時候 就是用這些招式可能就可以贏 對 就是他的必殺技其實我覺得蠻直覺的 所以 看從哪一個方向去切入 如果你要 是要玩這隻角色 而且要玩到很精的話 那就像RB說的 那如果你只是簡單想要玩休閒玩輕鬆的 這一隻其實蠻有趣的 對就是以一個 普通玩家的看法 那換個方式問RB好了 因為還蠻多新手就是很容易被對方 就是做角色對策 那他如果遇到就是 專門克制這種角色大概是哪一種類型 像你說是氣功的 飛行道具 當然我覺得主要就是飛行道具強的 就是會克制他 或是像尼卡里那種就是 陣地很強的 因為他不像老商 老商可能還有一個前中角 小膝蓋可以往前突進躲陣地 但他沒有 小膝蓋 他其實可以用反轉手 但他反轉手其實 很慢 發聲太慢 發聲比較慢 你變成說要有一點點去 預測對方會發氣功 你中間會被打 中間還是會被打下 對對對 那 所以 問一下RB好了 你覺得再往後的比賽 有沒有機會 這一隻角色的出現機率會不會很高 一定會有的我覺得 我覺得不會到高 不會到高 絕對比A的高 絕對比A的高 如果你們說要看比賽的話 主要是要看有沒有冥玩家 會不會選用這隻角色 對對對 那目前我覺得 冥玩家不會 不會放棄原本的角色 不會自己好好 對他們不會把 因為這個角色沒有特別強 所以他們不可能 會為了這隻角色 去放棄原本自己 可能花了一年或一年半的角色 然後去練這一隻 那可能有可能就是 出現復修的情況 就像我 這隻就是我可能會列入 就是我復修 復修有選項 因為大家都知道 阿B的主力角色是Yulian 那 Yulian有一些對決 當然是不好打 那 搞不好配合上阿B 給我這個雙王牌 兩張王牌的情況之下 也許 試試看看 對 試試看啦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 最近 最近就是這隻角色一出來 其實推特上面 有很多 超多的 影片 應該你也是看了很多 我來看一下幾個影片 這個 這個 喔這個是 Aless Bylet 每個人玩的都很開心 I fucking walked out the ISD 這是怎樣 那個裝甲把 擋住 白鬼一下 變斷了 突然一彈回去 蛤 他可以反速攻 也可以反那個 拉西多 龍捲 龍捲風也可以反 他可以把 他爆 但他要爆氣後 他爆氣後一個招式 他可以把任何飛行道具打回去 對 連龍的真空波動的 跳取消 他有半跳 最後一個你有看過嗎 最後一個你有看過嗎 我有看過 那個是什麼原理 跳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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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這個太深了 我就知道 我看到他的表情 我就知道 接下來你會想這 哎呀 你怎麼把這東西放出來 你放出來 你還解釋那隻跳取消 想常來不及 好那我們接下來 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請那個 RBGAY來示範 為什麼標題要這樣 我們第一個 現在先從簡單的拳腳來開始 我們來進遊戲畫面 好 那 這場地真的很棒 大家有 哈哈哈哈 你這卡不空派還有打手 是不是啊 這個花 這不就路邊公園的場地 修車場啊 就扭約吧 你沒有看到 有自由女神像 後面他就有場啊 很不錯 認真說 那拳腳部分的話 輕拳 輕拳 這個 我簡稱就是手槍拳 這可以對空嗎 可以 什麼拳 手槍拳 手槍拳 他在做一個疑似 不要呸 這個他對空非常強啊 真的真的 我有看 我們可以直接去錄一下 我們今天要簡單 就基本 基本 玩快來基本就是對空嘛 很重要 對方一直跳你就死了嘛 好這邊錄製一下好鬼跳路的 還是要用2P幫 沒關係沒關係 頭上也可以 頭上喔 這什麼鬼判定啊 好奇怪喔 他是拿胸肌打人是不是啊 他用那個肩膀的肉有沒有 肩膀的肉 二頭肌 被他打得很癢 這很羞辱 被他打得很羞辱 落地還要被二者 這才是重點好不好 這有辦法落地二者嗎 一定的對不對 看你前面的你要摔打 可以可以可以 這可以 其實蠻近的耶 那其實他下心拳也可以對空嗎 還好 這個下心拳看起來沒有將軍那個那麼強 不是 這個也很強 其實我也蠻搞不定我看過他講什麼 他說不要清拳對空 然後出一隻腳就是清拳對空 沒有啦 就是他那個判定格他很難做啊 不是 他做中拳給他不合理啊 所以還是要做清拳對空給他 中拳對空不行喔 不行 他好像6HP也可以是不是 就是前重拳 前重拳 發生太慢了 比較慢 不推薦 發生太慢 很容易想殺 而且你輸的是被解套 喔對 一定是用戰進拳或下進拳對空 或者就是按他的B skill 他B skill 我這邊介紹他的B skill 就是當身 那有分 原地的跟下的 就是一個是當中段跳攻擊 一個是當下段攻擊 對 那一樣當身 好鬼的當身是可以取消他的不行 他這個也可以 他也可以喔 對 他可以取消任何必殺技 那就是當到瞬間 因為你平常這樣子按 他就是一個當中 反正你按了 按了之後 他當到就瞬間就是 這樣子在取消招 是這樣 喔 喔 要當到才可以取消 對不對 要讓他可以取消 你可以當 這回饋不少欸 就是 我順便介紹他的當身 上段跟下段的 對 那中拳部分也是他的靈魂技之一 因為擋住好像加 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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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5要很像鬼 可是還好啊 他的中拳幾幅 中拳喔 這個嗎 9幅啊 他是沒有特別快 沒有啊你加5 擋到加5合理啊 他再出一次也是4幅而已啊 OK 就加5 拿來壓的很好用 對 就一直按 壓死去 還是一直按 這樣不可能啊 因為我昨天不是一直按 我輸厚厚就走了 當然就不要 厚厚被打啊 厚厚一定被打的啊 厚厚厚我4 我2幅 我2幅欸 你剛剛那個全是4幅欸 你要試看看 不用是9幅 用數學扣就知道了 擋到不是5幅 加5啊 加5之後再打不是被那個 就不會這樣子啊 那這樣子還是會噴血啊 你先走了 離那麼遠 你這樣84 你知道嗎 而且那應該是 你有一個距離啊 再遠一點點你就可以真的走了 這麼近真的走 這麼近就是看你要不要給他騎身打 這麼遠還不行欸 會補空啊 會補空 會補空 那他的中空級 下中拳 下中拳其實非常長 那也是可以 他這隻角色就是幾乎所有拳腳都可以取消 但是就是因為我覺得 哈豐哥覺得他這角色拳腳太慢了 所以就是給他可以做取消的回饋 不管下輕拳 戰輕拳 下輕腳 戰輕腳 下中拳 戰中拳 下中腳 除了戰中腳 這個不能取消以外 所有還有中攻擊部分取消 所有的輕攻擊中攻擊都可以取消 那中攻擊部分其實也可以取消 就是用他的特殊技 你說那個 他有 他的中攻擊很特別 他除了原本大家都有的戰中拳 跟下中拳以外 他有一個後中拳跟前中拳 後中拳就是可以把氣功剝掉的 對 直接讓毫鬼 直接讓毫鬼把氣功 OK 你可不可以發另外一種的阿 你說卓樂阿 對啊 卓樂要暴斃才能彈 那這個其實可以取消東西 你把氣功剝掉瞬間可以取消東西 對 對 對 這樣很近 可以取消帶翻摔 沒有取消任何東西 你看 然後機槍拳 都可以 所有必殺技都可以 可以 那這樣其實也不是 不太需要怕氣功角色 還是會覺得不好打 有的還是可以 像那種 氣功很慢的 比如說凱爾 內許 還有那個 哈爾西 他發完氣功之後 他可以做第二下攻擊的話 其實這個就有問題 不好打 不好打 那他的前中拳 目前用法是拿來連段用比較多 前中拳 對 這個就是以後有機會再教 因為他目前比較不適用 他力回上用不到的 對 那比較會用到的就是後中拳 波氣功 大家要 不過要提醒大家 這個我有試過 就是如果你在很近距離用這個 對方擋住的話 是負的 而且他派生完之後 也是負很多 我記得他後中拳派生 可以是 就有點像那個 沒有看你取消什麼 對啊 看你要不要取消 我記得他可以再派生一隻拳頭 你說這個 對對對 這他的TC 這TC 這拿來連段的 這片槍不可以直接用 這不太多了 這可能拿來爆氣連段用的 好 對爆氣連段 那還有他的 青角 怎麼講角的部分好 下青角 戰進角都可以取消 對 帶那個 阿比基爾 他下青角是最快的拳腳 沒有錯 下青角四幅是最快的 對 那他下中角是他 我覺得靈魂技 也是靈魂技 就是我剛剛講的 什麼重要 如果我講到靈魂技 就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大家平常 每一次都要用到 就是靈魂技 像我剛剛說 戰中拳 這個好好用 然後靈魂技對風就是戰棘拳 這靈魂技 然後他的立毀 立毀的時候 我說對空靈魂技就是這個 那立毀的時候 下中角是他的靈魂技 超遠的 超遠的 很遠 你看到這裡 我量過 他下中角比尤里安還遠 真的嗎 我跟你講 因為尤里安他都是 我相信你拿什麼量的 拿此量的 尤里安他下中角看起來很長 但實際上沒有 但這個下中角看起來還好 實際上超長 就是因為判定框的關係嗎 大概這邊我覺得踢得到 真的假的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唉唷 這樣很遠欸 大概 這邊 龍都要哭哭了 龍看到都哭哭了 超長 這邊 而且可以取消 不過 像這樣子尖端莫道要取消 他人有往前 踢一下 他有往前盾 他是往前 人家像那個 好鬼的 他如果取消的話 要帶一叉比較好 一叉會比較好 對對對 因為輕輕的阿比基歐胖曲的話 可能距離會不夠 對 會回過 而且他的阿比基歐胖曲 這個正傳手必殺技 他你們看輕重重 是三個不同的高度 這邊是輕的 看幾乎他吹拳的位置 然後這中的 真的耶 比較低 在下面 你看中的 啊高的 中的在上面 對 所以要根據不同的連段去決定 用哪一個 卡普空在一心目的 哪一個連段 對 那站中角部分 目前我覺得用數不大 站中角 對對對 因為他發生滿滿的 有點像Alex的站中角 對 那他下中角比較特別 他下中角是一個突進技 喔 兩段 對對對 那他的第一段不是下段 他的第二段才是下段 對第二段才是 對 所以還滿討厭的 就是如果第一段下段的話 會非常強 就是對方先站檔住 第一下的時候 他還來得及搬 可以 來得及 OK 那下中角因為兩下 所以第一段可以 比較暴氣 對 暴氣 做一些連段 你有試過這個 對方擋氣 下中角 暴氣嗎 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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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你 你會覺得說 拿來打 確認 有機會就放 看情況 看情況 有的時候是在連段 有的時候是 可能是拼確認 有的時候是 硬放 就是槍著等 因為我覺得他的情況 類似的情況 Burdy也一樣 因為他的這個 這個暴氣性能跟Burdy很像 可是Burdy比較拼向於打確認 因為他是三格 可是Abigail他兩個 我覺得都是看情況 就是有機會帶在傷害中取消 加傷害是當然最好 那如果真的沒機會就硬爆 隨便出個必殺技然後爆 讓你加成你的攻擊力 加成你的攻擊力 他爆兵之後可以撐多久 他疊那個消的不算慢 你用招式他會消 會會會會 出拳就沒了 還是出一般的拳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剛剛Vskill的部分是當身 上當身跟下當身 那連段部分也會在交 只跟大家講說這個攻擊力就是像龍的心眼 下招 那他的Vtrigger的話 他爆氣之後除了加成15% 的傷害以外 他重攻擊的部分 性能全部變成可以集氣 可以集氣 我剛說過他有原本角色 我有原本角色的戰重拳跟下重拳以外 他的後重拳跟前重拳 全部都變成可以集氣 他可以按著不放 他可以按著不放 然後可以繃綁 集到滿會繃 集到滿會繃 對他集到滿會繃 對那像是一般的就是下重拳好了 我讓他防禦 對調防禦 就是像這是三重拳 然後這是下重拳 然後你都可以選擇集氣 OK 這沒集滿就不會繃 如果你按住集到滿就會繃 然後我記得可以接 然後我記得可以接 對那下重拳也是 你可以按一下 然後集到滿 也崩 然後後重拳也是 按到滿也是崩 然後前重拳比較沒用 但也是會崩 然後 對 那他 有沒有霸體 這段時間 有 有一下 你就蓄力的時候也有霸體 對對對他在集氣的時候 會有一下的霸體 那他每一招都很特別 就是像說 到去之後 他如果 基本上如果 站重拳按到滿 打到人會跪下 好對 那中間他跪就是肯定可以接東西 對 那下重拳按住的話 人會打飛起來 那前重拳按住集到滿 打到的話 大家有沒有看 喔喔彈牆 是彈牆的 喔喔 彈牆就直接機關拳上去 然後這個的話 大家不要看什麼後重拳沒有效果 他是因為他要做T7 剛剛講過他有個T7 後重拳 然後再按一次拳 對 那如果你集滿的話 打飛 還可以再接 可以再接 看你要接什麼 對 所以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蠻複雜的角色 對 對其實 一些眉眉嘎嘎的東西 然後必殺技部分 就是大家我剛講的 就是正轉手 對 就是基本的連段會用到的 然後翻轉手 這個我們就是要攻擊發財 恭喜發財 這是輕的喔 這是輕的 中的跟中的不一樣 對 那還有中的 中的是往前翻一圈 這個普通的有飛到無敵嗎 要用看的 你不能瞎用 不能瞎用 對不對 他大概就一段時間吧 我記得 你要飛到快到的時候 你先算好時間用 剛好讓他翻過去躲飛到 然後還有中的也是一樣 中的比較遠 也是這個動作 這是中的比較短 這是中的比較遠 對 那強化的其實很短 但是強化的是全程 對飛行超級物 全程 而且強化完可以再接一個正轉 正轉 我可以示範一下就是 他們的差在哪邊 譬如說 如果你出中的好了 如果你出中的好了 翻太慢就被打了 對 因為剛開始沒有 你要提早翻 不可以提早翻 這時機也太難抓了 不好不好不好 如果你用EX就沒辦法 用EX就沒辦法 快到再翻就好了 就是 或者是 就好一點 就是你真的還是要花一個錢 那他輕的部分 目前用處比較 比較沒有 還沒有推開發出來 怎麼用 可是也不要說沒用 他輕的被擋住是負的 沒辦法缺牌 好像是0 好像是012吧 012喔 而且還會被彈開一段距離 而且這個輕的可以消息 但是沒怎麼用 你消息用中這個就好了 對啊 而且你如果霸V之後 這隻角色 後中學 我剛剛說可以集氣 對啊 集滿可以把七龍打回去 對啊 打棒球 任何飛行道具 打棒球 那一天再試真空波動拳彈回去 打局率只有一層 十顆中一顆 太慢了 對太慢了 其實要反其實也不是那麼 實際要算 其實你要算一下 可是如果他彈那個 V3格有什麼辦法 比如說拉西斗 龍捲風 對把拉西斗彈回去 那個龍捲風 對 對 理論上就是這樣 那他必殺技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我覺得 這是他的必殺技 剛剛講拳腳部分 有靈魂技 他必殺技其實有一個靈魂技 但是我現在還不太會用 就是我沒有辦法太善用他 但我肯定就是他的靈魂技 但是我還不太會用 就是他按住兩 不是按住 KK 按兩顆腳的時候 按兩顆腳他人會往前跑 對對對 他這跑的時候動作真的是很優雅 蛤 屁啦 這看起來很像變態要跑過來抱你 然後他這個往前跑的特別就是 你可以選擇先按住兩顆KK 如果你按住不放開他會再踢上 對他可以虛力 好像要起跑 他如果按住一段 你如果按很久他就強迫跑出去 但是你再按 如果你按住你搖桿班後 他會往後退 取消 對你可以 我覺得這個很 嚇嚇對方 然後就是你按住你如果放開他就跑出去 那你在跑出去的途中 你可以選擇要出什麼招式 他變化很多 他是一個派生技 你如果出拳的話就是 他會做一拳 對 那你出腳的話他會往前翻 是中斷 而且還是可以傳氣功 對 所以這個算是彌補 他動作很慢的一個方式 對沒有錯就是 他一個突進的方式 然後可以按抓 他也是一個 這算是指令筒 所以往前跑的時候 他還把他抱起來 不行 他好奇怪 他是用 對他在跑的時候 快到敵人 跑到敵人面前的時候 你按抓 就是輕拳跟輕腳的時候 就是出一個抓 把他抱起來 而且非常痛 兩百 一百八 兩百 而且如果你 如果你 抱屁吧 也沒那麼容易中吧 喔 滿容易中的 滿容易中的 他那個東西 就是看他跑會怕 就是你抱屁加成嘛 再出一個淹屍 我們看他抱屁多少 那沒有 他跑的同時 我說除了 出了 派生拳 打一拳 派生拳 翻一拳 前空斑 跟派生抓以外 還有派生往後 還有派生往後 他其實還有一個東西可以派生 派生Vistio 喔 這等於是取消了 其實 但是就是 你就是 這個有點賭吧 我覺得 就是你覺得邊 如果跳起來 他想要垂直跳 或者是往後跳對 他要垂直跳 他要打你的時候 你看到他跳你就不要抓了 你就直接派生 派生 跑過去直接用這個東西架他 架他 然後他會被你打飛起來 就可以接東西 然後就取消去接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他的靈魂其實 這個真的需要 蠻花時間去熟練的 而且他這個東西 就是可以用 我剛剛前面講過 他任何拳腳都可以 取消必殺技 什麼戰輕腳 什麼 對對對 就是那盒的 因為我們看你昨天比賽的時候 你是有起身去拚那個EXKKK 對啊 因為他那個有裝甲 而且他EXKKK 我剛剛沒有講到 EXKKK就是 他平常跑的這個 KK 普通的 他帶有一下裝甲 他在跑的 平常就有一下了 他在跑的過程中 他會有一下裝甲 如果你打他的話 你是沒辦法打的 平常就有一下了 OK 就是你挖他下盤 就是你看大家看這樣就是 你看 我在跑的時候是可以架的 就突過來 我已經嚇死了 會有一種壓 對啊壓力很大 你到底知道要幹嘛 EX的有兩下裝甲 就多一下 多一下 對 但是他EX有一個重點就是 他往前跑的時候 會有攻擊判定 會踩人 會有踩的判定 就是你可以貼近的時候用著 你看 會踩人 還蠻好玩的 我那時候覺得 這角色真的超有趣 有人說 EF 2F沒裝甲 所以發生沒有裝甲 發生沒有裝甲 發生DV的裝甲 太誇張了 那他太強了 他起身就一直按那個東西 對對對 那太強了 你原來是Buddy喔 對 那他 他 這個跑 太深 太深的東西就是 如果你用強化的 也會有一些不同 像平常這個 揍一拳 對 如果你用強化的 會把他揍櫃 會倒地可以再追加 沒有 指令頭 318 好痛喔 譬如說 你爆氣嗎 好鬼三下二下 被拋一拳 然後你再強化指令頭 好 再接 然後再接個這個 沒有沒有 不用到三格啦 應該兩格就好 爛爛 你看 你看 你知道為什麼我昨天 八樓 我不用Kami給他打了嗎 真的是不要命 看就知道不利對決 一個九八一個一千一 也不想打 有人說暴力之後 裝甲是 一低一幅就有了 真的喔 那這樣還不錯 那還不錯 那他 這傷害很誇張 對 他的傷害真的是很不錯 我可以做個連段 我會往後面看到 那會超誇張 你要做一個CC連段嗎 快一次打死 就是一個 我們現在RB是犯的是 QUASH COUNTER連段 快 QUASH COUNTER 獲重手 派生 再派生 機關槍拳 510 差一點暈 這樣就快暈了 打豪鬼就快暈了 他其實已經扣到快半血了 半血過了 一套急暈欸 這樣誰敢拗 好 欸沒去好 對 嗯 我覺得 讓他擋好 喔那 你先說落下之後 讓他擋 讓他擋久一點 但他這個連段其實很難 不好不好 你看這太慢 這其實 他其實不能急嘛 時間太久來不及 所以要稍微急到一半 我剛剛前面講過 就是他的 爆氣之後 他的重拳部分 不管什麼任何重拳 都可以集氣 他集氣有分三個階段 可能幾伏到幾伏是第一階 幾伏到幾伏是第二階 應該是降分 幾伏到幾伏是第三階 對 那第三階有破防效果 那第二階可能有擊飛效果 或者是打跪效果 所以就是變成要算那個時間很難 所以這是第二階 你看第三階的話來不及 好被擋 他變成崩崩了 OK 這已經不是犯罪版了 對 就不是西西了 所以你出到第二階 第二段 對 他就跪下來 你就可以接東西 很爆 好啦 投中拳派生 投中拳派生 機關槍拳 剛好暈嗎 好暈喔 一到直接暈 OMG 可惜了可惜了 再來一次 但是練一下會蠻有成就感的 有威勇 很遠 不難 不來 不難 不簡單 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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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 我在快打看到血條這樣的call 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好 真的 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大致今天就介紹到 因為塔魯說待會要稍微跟觀眾玩 對啊 因為時間的關係 OK OK 那我們要直接請觀眾 還是先跟基隆東打一場 好啊 我用那個學 你用RPG 我沒你用RPG喔 你說你要跟我打是不是 不知道 我都可以啊 到底是 應該是要跟觀眾打吧 好 直接跟觀眾打 直接跟觀眾打 我幫你開 我們這個是觀眾體驗 大家想要挑戰一下 已經略有強度的RPG 這個RPG剛剛說他還需要一段時間練習 所以我相信現在RPG的RPG是 就是那個賽魯吸收17號 還沒有吸收18號 最好打的時候要打趁快 打RP趁快 他現在沒有吸收17號 他現在吸收的是那個阿其洛貝 又阿其洛貝 阿其洛貝 好 我們這邊就直接取一次 這隻角色目前應該不會那麼快就去做修正吧 不會不會 不會 因為才剛改版 說到這個我想到一個 你們知道以前往年EVO的冠軍都會被修正 對 那你們覺得好鬼會被修正嗎 不會 我覺得不會 我也覺得不會 那是TOKEDO太強了 那是TOKEDO太強了 雖然也不是說In4TOKEDO弱 我覺得內訊是很倒楣阿 為什麼EVO要修內訊你知道阿 八強裡面居然有三隻內訊阿 不修他修誰 可是問題是 你不要說冠軍是INFU阿 四代幾乎每個EVO冠軍都修阿 只要是EVO冠軍哪哪個姿沒修的 有嗎 有 閒靈那隻也被修阿 哪一隻 圓 圓阿 圓也被修阿 圓阿 圓有稍微被修一點 那個只是算Bug很多不可防 那個修了 三一種也差不可防才被修了 那只是算是修Bug系的阿 我覺得EVO冠軍幾乎都有被修 他只覺得豪北真的沒有到很強 竟然是日本玩家 竟然是因為他用改油比較強 是嗎 沒有啦掛日本器 而且他U金耶 他U白金 我發現台灣的高手其實越來越多了 阿Pickel 我覺得這隻角色還蠻值得開發的 說實在 主場 主場 堅持 我這邊跟大家公布 以後這次是我主場 因為他沒有把尤里安在三代的主場做出來 所以我就只好選阿Pickel 他在三代的主場是那個有瀑布那個嗎 那不是瀑布 就是在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我現在發現他手上那個是輪胎 他為什麼要帶輪胎在這裡阿 他修車廠老闆阿 修車廠老闆也不會是他都是穿衣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邏輯 隨時可以賣輪胎是不是 在路上就看到哪 館長沒事也不會扛著兩個曲頭 壓鈴 沒有按掉啦 幹嘛你出場應該要按 先讓他會侵權對空好了 這個就因為沒有資源 這個對空 好靈活的兩個胖子 突然很想玩他這隻腳 我覺得有點複雜 好 拼一個指令頭 好 好 這下重腳擋住 好想指令頭被跳走了 幹嘛 幹嘛 你是夾猛生龜 欸 中拳子按就好 他跑中 中拳子按就好 對手如果出招 我也拿我們的拳出來 誰會贏 看發生吧 看發生 看發生 會相殺 相殺機率比較高吧 這打背竟然是 弱陣子 這畫面塞得好滿 是阿 要善用那個反轉這個 這個加的 喔喔 垂直跳 喔 那是對側 你剛剛接到中 他知道他跳起來了 不錯 喔喔 他前仲角可以這樣用 是 確罰他 好慢喔 這隻腳 好 暴傷 嗶嗶嗶嗶 剛才忘了提醒大家 那個阿比奇 nothing 要連打 才會有比較多下 所以你會聽到阿比一直在那邊按 忘了提醒大家 崩防 沒中 沒缺反到 沒爆到 他會玩所以他知道我要爆就跳了 那樣嘛還不錯欸 這擋住之後是 不能缺 加2缺個屁的 正的喔 剛剛不是講的 然後中的打到 輕的打到0啊 對空有嗎 0月啊 不痛喔 喔 他的大招好像370吧 350還是370 350 喔喔喔 ㄎ到 喔來啦 中拳ㄎ到 不會因為浮空喔 喔喔喔喔他用B scale 超毒的 喔喔喔那要嗎會 哎呦一個膠角 太挺 差一點死 他應該沒按 他因為他沒按東西 對他沒按 要不然他如果有按應該是有機會 被抓到,槌子跳會帶走 差一點 啊!拼到了 還應該還一點 痛痛痛這個痛 中斷 啊!拼招沒拼到 不錯耶,那亞馬不錯 我覺得這角色本來很有本錢賭 沒有,應該說你看他的招式組合就是蠻多都要賭的 我覺得他很有本錢賭 他血量1100,這樣他暈值 不知道超過1000嗎 我不知道有沒有超過1000 反正他暈值加血量,我是覺得他蠻多本錢可以賭的 欸是搶2嗎? 搶2 所以我們現在1比1了 我自己打他我也沒有什麼對撤 你的角色還剛出來而已 我有對撤 我到底在看他什麼RBG 我就直接開NASH 那什麼鳥對撤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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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格檔看的主文 不是這樣嗎 那個Punk看到老傷就直接開NASH了 哇沒抓到 好像是改變了 他知道我要抓 對,他隨之掉很多次 逼到角落 好壓迫喔 我現在很想到我以後比賽播爆的時候要看到這兩隻狀態 其實這項童角對決還蠻好看的 你們不覺得畫面很滿嗎 對啊 那在這裡 煩 多餘一點 pert recruit 大家提醒這個阿BGru和打打背就是跳 Trung角 跳樁角 判定還不錯 你看到兩個在那邊 EX的KKK有附的嗎 EX也是附的啊 KK派生幾乎全部都是附的 他真的看到我出招 有點厲害啊 跳啊 跳啊 哎呀他沒打到 揮空 好去玩 接一個 這痛 200多 加輕手壓持續落地之後二折 再跳 我玩這個東西 不要玩死啦 他賭拿來賭的本錢 他要賭欸 看他用本錢賭的好不好 贏了 好對我們 那個 鬥魂的那個 前年冠軍 Kubo 已經決定要用這隻角色了 Kubo 他是冠軍嗎不是吧 好壓住 MISS還是冠軍 抱歉 他壓住 我怎麼講是四代的事啊 對四代的那個 最後一次鬥魂 你這中拳真的是 可疑 哈哈哈 正五正五正五 他是在證實 健全有多好用 真的沒辦法動 真的沒辦法 好 我們謝謝 喔這一開始就有兩個狀態可以看 我們應該還會再開一場給觀眾來挑戰 阿V的阿比戒爾 他這個跑因為 主要我覺得是有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沒有打過 我剛剛他打了就發現 他強的地方可能就是 在那跑的時候有裝甲 你打不掉他很危險啊 嗯嗯嗯嗯 好 他的壓碼謝謝 把他踢掉 我懷疑他不是 可能不是觀眾 不管是誰 不知道 我們沒有上密碼 對我們沒有上密碼 直接進來 假右 喔是假右嗎 喔這個 這個知道 打順利可能就 還好吧 應該還好吧 我覺得應該不是很好的 還好吧 他丟氣功沒 我沒有怎麼衝 氣功不強 你說一叉什麼 跟那個衝過去那個 可以把水鳥吃下來還蠻厲害的 阿比戒 那我覺得他打一堆就不夠大 所以阿比玩過他的劇情模式嗎 還沒還沒 所以不知道他的來歷 對我還不知道 我跟你講玩了之後你還是不知道 啊真的嗎 聽說就是他 聽說我真的沒玩過 好像他重量 他以前是壞人 然後重量了 他以前是壞人 蛤真的嗎 他不是不會講話嗎 為什麼我沒有這種感覺 他不是不會講話嗎 重量然後跑去 他以前是BOSS 他不是不會講話嗎 他到底會不會講話 會啦會啦會講話 他哪會講話 他會講話 他在劇情模式有講話 他很像趴八狗 鬥牛犬 八國鬥牛犬 喔你說 他那個長得很醜的狗 被取消真的是蠻厲害的 掰掰 掰掰 噢 康特還可以確認喔 不錯不錯 好滑梯 他抗壓性是不太夠 這一隻吧 對他抗壓性不好 沒駕到 純粒氣功消失太怪 幹什麼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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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完了 欸欸欸欸 暗節 踩一下 剛好 我覺得他的動作真的是各種嘲諷 要不然就彈了回頭 要不然就慘 想走你看 這個 垂直跳要對應他的KK也沒那麼好 對啊他跑過來到底應該要怎麼 他跑過來要按哪一個你也不知道 對啊 到底要怎麼去處理他 有點麻煩 你用好快喔 你用兩段的 喔兩段攻擊的 喔兩段攻擊的 OK 你要用圈角比較高氣啊 欸沒撈到 一分 一分有手 不是那個拳真的很沒有選擇說很厲害好不好 對方快沒血 對方快沒血 他比頭上還長 但是他發聲慢啦 因為他5伏以上 為什麼一長就沒了 感謝忠誠解釋取消的意思是什麼 好 所以到這邊嘛 差不多 看一下 我來跟他打 你要跟他打是不是 咦 卡卡密 我先跟他玩 跟卡卡密玩一下 我跟卡卡密打一場就好 打一吹好打嗎 好打 各種霸體當成可以擋飛鏢 一吹打大型怪物其實都不好打 大型怪物 大型角色啦 他如果要過去大型角色都要用 然後是很明顯的就是後面 不然你基本上要怎麼做 結果不是學律節 卡卡密有練 對他也有練 對他也有練 你也知道他長髮挑一就喜歡這種狀態 是這樣子嗎 這什麼歪理 他其實內心小女人 你們根本就不了解他 就跟阿胖流長頭髮很一樣 這不一樣 卡卡密確定內心小女人 阿胖是腦子有問題 不一樣 這個遊戲已經不是我認識的那個快達了 這遊戲早就不是我認識的快達 OK 這個前線是安全的抓 OK 狼狼OK 是SET就可以了 他為什麼你不是做狼狼沒有嗎 他有兩個抓 往前跑的有啊 我給他強風就可以了 幹好爽喔 狼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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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 狼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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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 nationale猛猛 指令頭 哇 哇 暈了 八 八 八 哦 還有reset 差一點 衝斷 哎呀 不是 nent 私 wwww Atlanta 喔 颓防 噢 薛凡 下中角沒中 我也玩嘛 好 到狗狗 好啦 因為時間關係 那個 紀錄冬就等第四part看看 我沒差 好 那我們這一part呢 新角大放縱就大概介紹到這邊 因為角色剛出沒多久 其實RB這邊講的也沒有 也就是算比較基本的東西 都有講基本的東西 之後我們有機會要做深入探討的話 可能等這個角色大概 也要研究一兩個月吧 就是有一些基本套路啊 最早可能要半個月 最早可能要半個月 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持續鎖定我們BioPo系帶給你 最新 最棒的Abigail的解析 好 那我們 除此之外呢 在RB出關之前 大家可以挑戰一下 就是我們除了剛剛這樣子 讓觀眾進來挑戰之外 我們下禮拜呢 會特別舉辦Abigail的 特別挑戰賽 我們來看一下底霸的部分 這個就是 下禮拜8月4號節目中 進行Abigail特別挑戰賽 如果你進來挑戰他 讓阿B一個燈都沒有拿到的話 就可以獲得我們小禮物啦 這個難度是雖然有點高 不過我覺得不是沒有機會 不是沒有機會 你就下禮拜你會打到一堆內虛 或塔爾西之類的 或是凱爾之類的 也許啦 我們這一個參加應該是沒有限定資格的 所有觀眾都可以參加 所以到時候記得 下禮拜五就去鎖定我們的BioPo系 來挑戰阿B啦 好 我們接下來要休息廣告 10分鐘 10分鐘之後回來了 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來賓要來啦 就是我們 LZ 好 那我們休息10分鐘廣告之後 我們馬上回來 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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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